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住我的嘴 说对的话 好像圣经里面说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不要说那个伤人的话 甚至激怒别人的话 不要把别人生命里面那些 不好的品质都引爆出来了 以至于后来 后来的结果你要承受 你一直说话激怒他 结果他后来揍你 那其实当然他揍你是错的 可是我们要不要也回头来看说 他之所以会有这么暴力的行为 是不是也是我常常说 一些恶毒的话 以至于把他里面那个愤怒 引爆出来了 我们都需要回头来面对 我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检讨修正的 那么说造就人的好话 不要说那个伤人的话 激怒人的话 但是接下来雅各书里面 讲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 他说我们不能同样的一张嘴 又说好话又说坏话 又说那个颂赞神赞美神敬拜神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喜欢唱诗歌 在敬拜团里面在诗班里面唱诗 我用这张嘴唱诗赞美神 而转过来散完会回到家里面 又用这张嘴去骂我的另外一半 去责备别人去说很刻薄的话 伤人的话 他说一个泉源怎么可能冒出两种水来 这是一个口同样一个口 这个口里面又出善良的话 敬拜神的话 这张嘴又说伤人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 我自己常常被这样的经文提醒 我也是一个常常用嘴来说话的人 我的几乎每个工作都跟说话有关 但是我一边可能说话传讲神的话 一边我很喜欢唱诗赞美神 一边用说话去辅导别人 可是转过身来 可能我会用同样的话去 我常常被神提醒说 各位小兰 你跟前面师母讲话 你跟两个小孩子讲话 越来越放肆 越来越不收敛 越来越明明讲的话 可以好好的讲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去说 常常我都被神提醒 你不能同样用这张嘴 这张嘴说好 做好事说好话 可是这张嘴也说伤人的话 同样的一张嘴 同样的一个泉源 不能冒出两种水来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祷告 我相信有的时候 你跟我一样会觉得说 哎呀 讲话真的很难管住 有的时候 就都已经觉得不应该说了 可是话已经到嘴边了 不说难过 我非说不可 可说完之后呢 常常讲说 不说难过 一发不可收拾 常常说了 就后悔了 后悔了 就一发不可收拾 有没有跟主说 主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靠自己 真的很难管住自己的口 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求你在我们里面 主啊重重地踩刹车 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 你一踩刹车 我们就愿意停下来 一停下来 就不会后悔 所说所做的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